我跟她在一起 我叫你自己想一想 这四年一来 过年过年 你一个人 我看你那么可怜 我带你出去玩 让你开开心 抢我男朋友是吗 你也闭嘴 我说什么了吗 你就这样对我 如果说是往对不起 我向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你们两个都在一起 你还跟我说对不起 也不是你们分手 分手 何静 这四年来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哼什么 他不是衣服 他不是说你不想用了 就可以扔掉 你想用了就拿回去 他不是一件衣服 那他也是我的男朋友 他跟谁在一起 也不能跟你在一起 你对不起 何静 不管怎么样 我在这跟你道歉 没用 你别跟我道歉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 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从来 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 没法你当真正的朋友 帮你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 能这样 何静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不想听 看我们以后 也没有必要做朋友 怎么敢再做你这样的朋友 怎么敢再找一个 你这样的朋友 那我还谈不谈恋爱 我记得结婚了我以后 拿着心带人 拿着你的真诚去带人 你才会换来真心 你懂吗 我没有用心 老师自己的 保重 有本事你就过得幸福一点 不要再被别人吵了 感谢观看 我静了 去把那个捡回来 我不想要的 没说让你要 捡回来 先把它捡回来 你看着他们两走 你特伤心吧 我不伤心 真不伤心 你觉得刘山比你好在哪 你看他没有你家有情 然后呢 也没有你的气势足 他怎么就获得了 彭延松的好感 会装可怜呗 会装可怜 看他多可怜啊 一上就哭哭哭哭哭 哭个没完 那你会装可怜吗 我从来不需要装可怜 但是你现在可怜吗 我不可怜 那就别哭 我没有哭 有时候呢 家庭富裕的孩子啊 可能呢 他得到父母的爱 也是用物质在满足他 所以他习惯了 用物质来去表达 他对人家的爱跟关怀 但是呢 叫人家闭嘴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 说难听的 他不是 没有礼貌 他是没家教 他父母给了他钱 没有教他怎么做人 不是他身边的那些人 所纵容的吗 所以他其实挺可怜的 如果他能够早点来这个舞台 或者早点碰上我这样的人 我一准给他搬过来 你信吗 我要是你爹 我今天把你带回家 先把你的头发给你搅了 第二我钻了你的口粮 该上课上课 该回家回家